我买了一只冰糖葫芦 那有零品五花钱呢 对不起 下段时间忘了新疆五甲狗 新疆的五甲狗 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已经超过4亿了 这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王一鸣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近日啊 新疆当地拍摄了一部模仿东北哈尔滨的旅游宣传影片 结果翻车了 被一堆中国网友痛呛 新疆物价确实太高了 因为薪水很低嘛 结果在1月8号的时候 中国网路上出现了一堆新疆民众道歉的影片 真的是蛮多的 那拍这些道歉影片的人啊 都是曾经在网路上说 对新疆物价太高太吓人的这些人 那想也知道是谁让他们发布这些影片 而被大家发现这些人集体道歉之后啊 为了避免嫌疑 是谁又让他们删除影片呢 这个不讲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 你不说我不说 但我们都知道是谁 对吧 前年这个四川的大梁山 不是有个中国网红去拍摄当地人结婚 结果拍出当地的穹山恶水也被删除影片了 还被威胁了 当初这个八海铁链女也是啊 我就问当初爆料她的那个网红人呢 现如今的中国 连物价太高都不能谈啦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道歉的影片 对不起 现在是要问这新娘的五甲高 新娘的五甲高 说蔡林燕来了也得贷款会议 这几家新娘的五甲一点都不高 我们每个人拿三千块钱不还还不外 这地方二十块钱也能吃一碗面还白菜 如果白面也有菜也有肉也就吃包呗 三块钱也能喝一瓶矿泉水 六块钱还可以听谁听一个消息 这老家偏也多辣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啦 二十块钱人民币换算台币八十八块钱 可以吃一碗有肉有菜的面 十三块钱台币的矿泉水 二十七块一个小时台币的停车位 我们来看一下新疆最低月薪啊 分成四的对吧 从一九零零到一五四零人民币之间 那平均就是一千七百二十人民币一个月 那换算台币就是七千五百六十八块 那八十八元的面跟十三块钱的水 还有二十七块的停车位 你说贵不贵不贵 即便这位老妇人说他月薪有三千还花不完 真的吗 那给你们中共官员月薪三千好吗 你们月薪三千这样的物价你们OK吗 所以你们自己心里也清楚是不是 我们来看哦 新疆2023年的平均年薪啊 我们从公家机关的十万一千七百六十四元人民币 加私人企业的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八元 我们把这两个相加除以二 会得到新疆人的年薪平均为七万九千九百四十六元人民币 那换算台币就是一个月 两万九 那他们的平均薪水两万九台币才略高我们台湾最低的两万七千四百七十元而已 你说这样的物价高吗 而且中国的乌闲一斤扣的比我们多 那这一斤是强迫你买这个房的基金啊 虽然政府有补贴你但是是强迫你买 有些城市你离开了一斤是不会退还给你 而且你在中国买到烂尾楼的概率是不是越来越大 这个不需要我再多说你们自己粉红自己心里也清楚对吧 网路上天天都有不同的社区啊那些人啊在维权抗议 当然啦很多人说啊你看新疆的水才13块很便宜 我们台湾的水都20块30块40块OK你去这个加勒府买也是有8块钱10块钱的水很便宜对吧 甚至比他说的13块还低便利商店台湾太多了对吧 那很多人懒惰想要去图方便去买 然后你反而发现怎么物价那么贵 7-7是旧即用的好吗 我们接着继续看下一段影片 新疆的物价有多高兄弟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新疆只有两样东西是低于或等于全国平均价格的 一个叫西瓜还有一个叫蜜雪冰醇 蜜雪冰醇全国统一价 那个柠檬水在这也是4块钱其他的所有东西基本上一概高于全国平均价格 我之前在郑州生活几年大家也都知道 当时我还觉得在郑州这个东西物价感觉高一点 然后直到我回新疆之后我发现我郑州这物价太良心了 郑州你怎么能卖这么便宜的东西呢 就真的这种感觉 我之前在郑州我出去吃个麻辣烫20多块钱30我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有的时候甚至很便宜 说乱菜中我吃大多数都不到20块钱 年算下来之后多少58块钱小60块钱 那个锅底好像就多少6块7块 就真的我觉得这个挺贵的就是你还没吃之前 新疆吃一个小火锅就将近60块人民币换算就是264块台币 那在台湾吃大乎过瘾小火锅啊都比他还便宜 印象中前几个月吃应该是140还是160之间啊台币 当然越往南部越便宜 还有为中国网红啊被迫道歉要他以后的直播中啊 不时提到新疆多棒新疆多美新疆物美价廉 赞哦带大家来看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来我们大美新疆 新疆一个让你流连忘返的地方 在这里你能感受到从湖泊到草原 每一次都透露着迷人的魅力 来新疆体验前所未有的旅行 让你的眼睛镜像壮丽风景 让你的味蕾品尝丰富的美食 让你的心灵感受文化的洗礼 探索新疆就是探索一个 感谢义弗哥 探索新疆就是探索一个 我们看到那个网友的评论都非常的搞笑 说你旁边有枪指着你吗 对吧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未来的中国只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王刚 煮个饭要道歉被封杀 现在连说个物价都要被迫道歉 甚至有可能被封杀对吧 我们接着带大家来看一下 又有个小粉红拿网路上的影片 加以描述说台湾的物价与薪水购买力 比中国差多了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小粉红 引述这个影片的贴文跟内容 我买了一只冰糖葫芦 开到多少钱 那五盐又剩的一只 那有零零零五块钱耶 我大多美 好便宜哦 我大多大 说他才是五块钱 糖葫芦五块人民币 换算就是22块台币 我上个礼拜在花莲的夜市 买了一只综合水果糖葫芦 也是差不多50块台币啦 不是买那个 全都是巨型草莓的 我是买那个 也是跟他一样综合水果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22块比50块 我们的物价比他多了 我们物价比他高了一倍多嘛 而台湾南部应该会相对便宜一些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的平均薪水 若在51K到54K啊 那最低薪水是27K 那我们看一下东北 东北有三省 那我们就拿最高的那一省 辽宁来看 对吧 拿最低怕你们又不爽 我们就拿你们最高啦 辽宁的省会 最高月薪是1920 最低的 越来越往省会的外围是1420 那把这两个相加平均一下 辽宁最低的月薪是1670人民币 换算台币就是7348块 我们最低月薪 27K跟你们最低月薪7348 我们把这两个相除 可以得到3.7 然后我们一样是这个 综合水果糖葫芦 对吧 我们把台湾跟东北的 相除可以得到2.2 那你说 东北的购买力有比台湾高吗 还是说你们的人生只剩糖葫芦呢 而比糖葫芦还比不过 上次元旦的时候又比玉米 元旦之前又比什么 便当 你都比不过你要比什么 我们记得带大家继续看下一部影片 想起来之前很难逢吃了155的板面 两份面蛋汁鸡 这里多少钱大碗8块 就这个板面8块 再加一个卤蛋1块钱 总共9块钱 这个影片的具体位置是在中国的哪一个城市 不清楚 但他说了他吃了这个板面 有肉有蛋 是9块钱人民币 换算就是将近40块台币 在台湾南部可能吃这样的要55到65块 那最关键的是 台湾的食物品质跟中国的食物品质 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我有很多中国朋友 上次也来我这边做过节目的人 他也说过了 那再来 小粉红建议你们不要 因为比不过我们的人均跟薪水 就拿所谓你们的低物价来说是 我跟你说 你们物价对比你们的薪水是真的不低啊 如果你们薪水高物价又低 那你们应该要上榜 联合国统计的购买率平价前20名 不过你们没有进前20名 你们甚至连前50名都没有进 那台湾啊位居世界的评价购买力第14名 中共国就是你的祖国啊 排在第70名 也就是说一样的薪水 我们在台湾能买的东西啊 平均买的东西 比你在中国买到的东西 可以买到更多 所以你不要单单只看什么糖葫芦啊 什么什么什么玉米啊 联合国他统计也是全方位的东西 平均下来 我们的购买力比你强 这是联合国统计的数据啊 不是民进党收买的联合国啊 像我也不会说 你看瑞士的计程车起跳就将近170块台币了耶 你看瑞士的物价好高 瑞士水生火了 瑞士吃一个麦当劳以后 四五百五六百台币贵死了 所以瑞士啊破烂 瑞士人还很不幸福 因为他们物价高 你这样对比就很奇怪了吧 对吧 那影片的最后再带大家来看一下 最近一些中国媒体把月入两千到五千人民币的人定义为中上收入的人群啊 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已经超过四亿了 这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中等收入标准是什么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 中等收入是指月收入两千到五千元 可为什么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中等收入人群 他们的脆弱感从何而来呢 王一鸣说 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大部分刚刚卖过中等收入的门槛 一旦遇到外货的冲击受影响 你看下面的评论都在骂 这部分人的货富之忧也更重 要考虑子女教育医疗养老 使得他们不太敢消费 你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了吗 评论区说说 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已经超过4亿了 这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支长王一鸣 近日在接受采访的介绍 中等收入标准 280块美元的收入等于中等收入 小粉 你们国家这些媒体说什么 两千到五千人民币是中等收入 我就拿你最高五千 你五千还不到台湾最低标准 六千多少 六千一百还是六千两百块 你连我们最低都不到你们的中等 所以不要每次都想要贬低台湾 然后每次都被我打脸 我也很不想要跟烂的比 我也很想要一直跟北欧比 对吧 我也很想跟北欧比 但是是你们一直把脸贴过来 八九快打我吧 快打我吧 你看你们的物价那么高 那么高 诶 我能不打吗 你脸都伸过来了是吧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卦 下期再见 拜拜